我现在迎南骑进麒麟水巷 在麒麟水巷猪街的交接处 找到一占地2000片的农家乐 房子石头间还带个燕子 有个宜堂 宜堂有400匹 还带一抹菜地 燕子里面是种了花种了果树的 农家乐距离麒麟水巷有6公里左右 开车过期有20多分钟 猪街农贸市场也是5公里多一点 这边是一个车水泵 下面的水可以车到这个宜堂里面 可以浇葡萄吧 这个宜堂是使用前 包括在里面 在燕子房子 这个是人家租这个地 就是给人家使用的 包括在里面 旁边就是一亩菜地 是带在里面 这边是一个停车场 还停个十多辆车 也停在下的 这边还有路增 看看这边环境很好 这个宜堂的省城 有一米七左右 进大门过来 侧边是一个甲山 燕子里面是种了很多树 种了很多花草 这一圈是在菜燕子里面 有一个平衡在这里 也是种了一些金银花 烟子里面它是一个户外烧口 这是房东啊 房东正常在营业嘛 所以它这些东西都是配套 都在里面可以用的 这边呢就是房间基本上是一样大的 这边它是一个杂物件 放东西的 这个房子呢 有两个凳子 它是火锅桌 这边是一个毛箭桌 一个是 然后下面它是有接着水管 可以做一个卫生间的 这边也是一间空着的 房间加起来呢 差不多有十间左右 但是小房子它是不带在里面 它已经租给人家用了 租地用了 看看这个县子 侧面 这边是甲山 这一间加里面那一间 差不多六七十平啊 这一间呢就是里面的卧室 三十多平的卧室 上面是木头楼板 一个楼板的是石木 这间卧室呢 房东它平时住的 往这边看过来 这边也是一个宜来石树 也可以做个小卧室 看上面的是石木的 这边就是旁边的菜地啊 那边是葡萄银酒店了嘛 这个院子这边是有围墙 就弄很多树 就是燕子下弄 可以做一个布外烧口 做点桌子 上面的瓦弄得挺好 然后蛮干净整洁的 我现在刚好站到这个阳台上面 走廊比较宽 只有两米多宽的 弄点桌子凳子 坐在这一盘呢 也放得下的 只是坐在这个阳台上面 晒太阳 特别温暖 现在已经入秋了 看看这个房子 位置环境也比较好 之前它是报价四万 已经跟它谈到三万六 租金年负嘛 它说是如果租的话 适当 还要谈租金的话 至少千十年后 五年一负 零五年适当涨百分之几的租金 好了大家觉得怎么样 我是阿海 我们这期视频到这里 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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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